锤调诸天 一天两百八十三级 阴阳老人 但凡林天相有称皇的心思 都不会让林图安如此正大光明地乱来 事实上也是如此 林天相可是没少因为此事呢 管教林图安 只是林图安每次收拾之后 反而是变本加厉 一来二去的 林天相也是无可奈何了 终归是自己的儿子 总不能够打死了吧 林图安前段日子也被收拾了 眼下刚刚被放出来 立刻就纠结了一大群的狗腿子上街了 直接下得整条街空无一人 能够做到如此成就 也算是前无古人了 我算是明白了 这地京城这么大 每次总是祸害这附近的几条街 也难怪这些人呢 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林图安嘀咕着 直接将身边的一群达宽贵人之家的狗腿的撵走了 自己只是带着几个护卫就离去了 林图安有些傻乎乎的 少年时摔到了头 思维呢 与常人不同 果然啊 板少爷就说 怎么老是见着我就跑呢 林图安一行人出现在另一片区域 走在大街上 果然没有人再认识自己 公子英明啊 一旁的护卫 一脸缠媚的笑容恭维着 林图安前方 两名女子赶了过来 一竹一谱 女子气质婉约 见状林图安眼睛发亮 急忙招呼着狗腿的上前 小美人 你这是要我何处去啊 林图安露出了一口白牙 笑眯眯地挡在女子身前 一旁的婢女性子倒是泼辣 毫不畏惧 开口呵斥 大胆 你可知我家小姐何等身份啊 还不快滚开 我管你什么身份 就算是长公主也没有用 林图安大笑 一脸的诸葛样 伸出手 就想要上前凯游 阿达 打断此人的手臂 扔进大牢里 气质婉约的女子开口 声音轻飘飘的 让林图安心里发痒 诺 一竹一谱的身后 站出来四个人 围守者 赫然是一位宗师 真是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招惹到 我藏家头上 阿达一脸冷笑 浑身煞气腾腾 四周的行人 皆是在一旁看热闹 指指点点 烧住办事 滚开 一位面如阴质的老人 挡在林图安身前 低垂着头颅 不屑的声音响起 找死 阿达一愣 而后大怒 身躯膨胀一圈 刹那间动手 啪 骨骼暴响 全尽乍空 手掌浮现出了金色 不知死活 老人头也不抬 轻飘飘地提起了内力 一指快入闪电 刹那间洞穿了 阿大的咽喉 该死 居然是阴阳老人 令天想 还真是关心自己这个儿子 靠着窗户的一处座位上 天衣脸色阴沉 大人 我们还要不要动手 一旁的手下 小心翼翼地询问着 有阴阳老人在一旁 我不是对手 撤吧 天衣不甘心 但是呢 还是无可奈何地下令 阴阳老人 成名在数十年之前 一身内力深不可测 天衣在其面前 只能够算是 后进莫学 不是其对手 等等 天衣突然制止 麾下准备撤退的人手 看向酒楼下方的大门处 去 将先生请上来 诺 天衣看着进门的北风 脸上露出笑意 北风跟着一人上来 坐在天衣对面 想不到居然 会在这里遇见先生 真是太好了 天衣脸上露出笑意 开口说道 嗯 北风不解 你们先下去 诺 挥手挥退手下 天衣将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知了北风 你的意思是 让我拖住阴阳老人 不错 林天相欺人太神 殿下 让我给他儿子一个教训 天衣点了点头 心中呢 则是想着北风 与阴阳老人 谁更厉害呢 可以 北风没有反对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帮助秧子涵 解决一些麻烦 不算什么 更况且 此人是林天相的儿子 正好处于 这一次交易的范围之中 轰隆 只是话落 北风汉人出手 身躯如同大鹏鸟 自窗户边 一跃而起 身躯在半空滑行 落在了大街之上 剑壮 天衣张了张嘴巴 一脸懵逼 这就动手了 好歹也要伪装一下吧 天衣一脸苦笑 戴上人品面具 与麾下的一群人 也赶到大街之上 阴阳老人 一手震慑所有人 苍家一群人 更是惊艳无比 女子也是花容失色 林图安 则是一脸奸邪的笑容 缓缓靠近女子 少主小心 阴阳老人 刹那间出现在 林图安的身前 一脸慎重 整个人没有了 之前的漫不经心 如同一头 自沉睡之中 醒过来的雄狮 你不错 居然有千年的内力 难能可贵 北风一脸的轻松 看向阴阳老人说道 阴阳老人的脸上 也是涂抹着厚厚的颜料 一张脸被分为两半 一半黑 一半是雪白的 阁下何人 阴阳老人暗的心惊 感知到对面那个人体内 传出的磅礴的威压 不想冒人动手 呦 准备英雄救美啊 给我杀了他 一旁的林图安 只是一个普通人 出于对阴阳老人的信任 没有把北风放在眼里 少主莫要开口 你们 护送少主回府 阴阳老人 一脸的紧张 防备着北风 生怕北风突然动手 郭走 北风的眼睛转动 看向林图安 声音震动八方 恍若是惊雷乍响 手下留情 阴阳老人一看 就暗道不好 挡在林图安的身前 挡住了北风 这一道攻击 这是当朝宰相之子 身份尊贵 阁下不要自误 阴阳老人开口 点明了林图安的身份 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修行至如今的地步 你很不错 怎么样 要不要为我效力 北风没有在意 一旁脸色煞白的林图安 在北风的气场之下 林图安以及身旁的狗腿子 根本不敢动弹 阁下说笑了 阴阳老人感觉到 自己受到侮辱 脸色变换 要不是林图安在这里 怕是打起来波及到林图安 阴阳老人 早就忍不住动手了 你能够修行到如此地步 却还是执迷不悟 我被舞者追求的是 自然的力量 长生 区区一个宰相 能够给你什么 也罢 就让我来让你知道 什么权势 在力量面前 都是不堪一击 北风改变了想法 此界真要是灵气复苏 有着一群属下 就不用自己 事事都出马了 眼前此人还算是不错 一旁赶过来的天衣 以及麾下 都是一幅没睡醒的模样 这得要多么狂妄 才敢如此开口啊 B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